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整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案例 让新移民作为前车之介 同时也提供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能够幸福美满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威克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每天晚上10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下面我们来看案例 标会投资遭导会,追债不成反坐牢 一对陈姓父子在纽约参加了一个福建同乡的标会 投入了辛辛苦苦赚来的5万块钱给会投 没想到这个标会的会投马先生拿到钱后就消失了 一起受骗的老乡有几十人 大家都为此气愤不已 一年多后,陈姓父子在洛杉矶的一家超市里 偶然遇到了这个老乡马先生 他们又高兴又生气 高兴的是终于找到他了 生气的是他不理会乡情就突然消失 陈姓父子马上将马兴人士拦住 想跟他谈个清楚 毕竟这个组长拿了标会总共20多万的钱 不仅不辞而别 而且手机停掉,地址改掉 对不起很多辛辛苦苦赚钱的老乡们 马先生看到陈姓父子俩 马上解释说他借了地下钱庄的钱 而且都赌光了 当时急需用钱 所以才那样做的 他说现在已经赚了点钱 承诺一定尽快还给老乡们 但陈姓父子根本不相信 现在就要马先生拿出钱来 马先生说现在没有钱 但他可以写下字条 保证一定会还给他们的 可是陈姓父子想到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马先生 不能轻易地放他走 所以一直不放人 后来马先生实在没办法了 就说他在一家华资银行有钱 现在愿意带他们到银行还钱 但是他的银行里只有2万块 陈姓父子又问到马先生 太太的电话 让他太太再带3万块来 这样加上银行的2万块 凑过5万块 他才放人 这时马先生找了个机会 转身给他太太发了个简讯 让他报警 警察收到绑架的电话如临大敌 透过计算机GPS系统找到了他们的下落 等他们到达银行时 警察也已赶到 马先生逮捕了陈姓父子 并以绑架罪指控他们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宏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大部分华人所涉及的绑架罪都与此案例类似 如由债务问题而引发的案件 扣住人质 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另外男女朋友分手也常常会出现绑架的问题 例如在分手后 在女生不愿意的情况下 男生硬要带女生到公园谈个清楚 说个明白才肯分手 这是在违背前女友医院的情况下 将女生带到不同的地方 一旦女方报警 就可能会被指控绑架罪 加州刑法对绑架罪的定义非常简单 假定在当事人不同意的情况下 用威胁或武力迫使受害人转移到其他地方 即可构成绑架罪 如果使用武力而绑架是为了勒索钱财者视为重者 可面临无期徒刑 不是为了钱财只是违背别人的意愿 将对方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视为轻罪 可面临六个月的劳刑 辩护的理由通常包括对方是自怨的 被告并没有强迫对方 另外被告没有带对方离开 仍然维持在原先的地方 因为绑架罪必须要有距离的改变 华人所涉及的另一类绑架案件 在亚洲地区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在离婚案件中 有关小孩子监护权的归属问题 假设父母双方都有孩子的监护权 周一至周五母亲与孩子住在一起 周末父亲可以探访 但是如果父母单方带孩子回了台湾 当中也包括周末 其实法律上不允许一方将孩子带出国 按照美国法律来说 母亲这种行为就属于违反法官的命令 而会被起诉绑架罪 当然这类案子的辩护理由 是他没有理解清楚法官的命令 而不是想永久拥有孩子的监护权 在离婚案中 万一法官判定双方都有监护权 与其不顾法官的命令将孩子带走 不如透过律师经过对方的同意将孩子带出国 因此如果要带孩子出国 一定要透过律师向法官申请 才可以带孩子出国或永久照顾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很多人认为欠钱还钱天经地义 不能让坏人逃之夭夭 所以陈姓父子觉得要替福建老乡们讨回来公道 这种情形听起来很有道理 可是往往有理的理由变成了绑架的动机 就是这些债务纠纷才会导致绑架 不让对方离开 要想正确地处理这类事情 一方面在事前要做好规划 如在将钱交给老乡前 一定要有合约和抵押等 而且一旦倒会了 也要透过律师经过合法的渠道将钱收回 千万不能铤而走险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冲动驾车撞人可被控多项罪名 两年前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小杨和女朋友Lisa 双双被加州的同一所大学研究生院录取 能够在异国他乡并肩奋斗 一同追求更高的学术目标 可谓比翼双飞 羡煞旁人 在一起学习生活了一年多 面临毕业 两个人的想法却开始出现了偏差 小杨打算毕业后立刻回国 在家族的产业中做事 而女朋友Lisa却早已深深地 被这个自由的国度所吸引 决定留在美国 Lisa尝试劝说小杨留在美国发展 却屡屡受挫 渐渐地两人为此争吵不断 有些灰心的Lisa 为了自己可以有合法身份永久居留在美国 开始通过网络等各种社交渠道 结识美国男生 没过多久 一名美国男生主动向Lisa示好 两人越走越见 Lisa不想拖着与小杨之间 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便主动撤离了两人共同生活的房子 向小杨电话提出了分手 眼看着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和心血 要付诸东流 小杨既无奈又愤怒 便一个人开车到一个酒吧 想要戒酒消愁 谁想到戒酒消愁愁更愁 小杨越喝越气愤 不由地打电话给Lisa 要求Lisa立刻来酒吧见面 不然就死给她看 Lisa念在与小杨多年的感情 也觉得小杨实在可怜 便来到酒吧 想要劝说小杨放下过去的感情 寻找新的幸福 谁想到已经喝醉的小杨 根本听不进去Lisa的任何劝说 见到Lisa不论自己如何祈求 还是执意要分手 更是气不大一处来 小杨在桌上摔下买单的钱 便冲出店门 想要开车出去狂奔 以解心头之怒 Lisa见小杨已经喝醉酒 还要出去开车 非常担心她的安全 便跟在小杨身后跑出去 一个箭步冲到了小杨的车前 不料此时小杨已经发动了车子 她见Lisa出现在车前 便立刻把方向盘 拧向另一个方向 想要一下冲出去 但不幸的是 已经喝醉了的小杨 错误地估计了车子和Lisa之间的距离 而Lisa根本没有来得及躲闪开 汽车还是将Lisa撞倒在水泥地上 鲜血直流 目睹了事情经过的路人见状 立刻报了警 赶来的警察将小杨逮捕 并指控其涉嫌家庭暴力罪 蓄意谋杀罪 致命武器攻击罪 以及醉酒驾车 共四项罪名 其中 蓄意谋杀罪和致命武器攻击罪 可能使小杨面临长达十年的劳刑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红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加州刑法典243AE规定 殴打配偶的行为构成家庭暴力犯罪 这里配偶的定义很广泛 包括丈夫、妻子、男女朋友 前夫妻、未婚夫妻 以及任何有约会关系的人 针对配偶的暴力行为 可以被以轻罪和重罪起诉 如果有前科或有受伤的话 可以被起诉重罪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当事人可被判一年以上的监狱监禁 加州刑法典187节对于蓄意谋杀罪 进行相当严厉的规定 构成该罪往往并不需要被告有杀人的意识 只要被告有可能对原告造成的伤害 而实施某一危险行为即可构成 加州刑法245节规定 用致命武器攻击罪 是指民众非法使用武器攻击他人 而造成他人受伤 武器的定义很广泛 除了枪械 如手枪 来副枪外 用汽车撞人的汽车 家庭案件中使用的刀 砖头 剪刀 中餐馆员工打架而使用的厨房工具 或与别人打架而使用的拳头等 都可以当作致命武器 根据加州车辆管理法23152A 禁止在酒精或毒品的作用下驾驶车辆的规定 虽然在本案中被告并未驾驶汽车上路 但只要被告是在醉酒情形下发动汽车 并已开始行驶 无论汽车是否上路都会构成醉酒驾车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年轻人面对情感挫折 往往因一时情绪激动而不计行为后果 酿成大错而悔恨终身 律师建议广大年轻人应当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任何时候都要理智行事 凡事三思而后行 才能避免很多法律和生活中的悲剧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攻击行为演变为谋杀未随随 马姓老板在洛杉矶开了一家自主餐厅 每天都非常忙碌 其中有一位日本寿司师傅总是不听指挥 越忙碌的时候越会闹场 马老板知道这个师傅一直想制造一件事 来申请劳工保险 所以他也一直想找理由将这位师傅开除 可是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有一次餐厅客人很多厨房正忙的时候 日本料理的sushi部分却都没有准备好 马老板实在忍不住就发了火 和这个师傅吵了起来 这个师傅非但没有认错 而且非常没有礼貌 言语气势凌人 说到激动的时候还甚至推了老板一把 马老板一气之下 顺手拿起旁边磨刀的棒子 朝对方打过去 这个举动一是为了保护自己 二是为了吓吓他 不让他继续来敲打 马老板以为对方会躲闪 可没想到这个师傅并没闪 一棒下去马老板击中了对方的头 流血不止 这个师傅被送到医院后 不断地说是马老板拿铁棒打了他 医院的人就报了警 警察来了 看到他头上缝了15针 也要住院 师傅由于是被击中了头部 差一点有生命危险 还好及时送院 因此警察以谋杀未遂罪 将马老板逮捕 保时机是100万美元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宏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加州刑法245节规定 用致命武器攻击罪 是指民众非法使用武器 攻击他人而造成他人受伤 武器的定义很广泛 除了枪械 如手枪 来副枪 用汽车撞人的汽车 家暴案件中使用的刀 砖头剪刀 中餐馆员工 打架而使用的厨房工具 或于别人打架而使用的拳头等 都可以当作致命武器 很多时候 如果检察官认为受害者伤势比较严重 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的话 被告就不只是被控告以致命武器攻击 往往会被控告谋杀未遂罪 就是只需谋杀却没有成功 虽然一般以致命武器攻击罪 可被判罚16个月至3年的劳刑 但是通常被控告谋杀未遂罪 可以被判罚15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很多时候 检察官认为有意图伤害 特别是涉及到受伤较重 使用枪械或刀剑或帮派寻仇等 会有致对方与死地的意图 这样的状况 伤人者都会被控告谋杀未遂罪 但大部分这种案子 被告会以正当自卫 对手先动手 或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证人认错人 是别人打不是他的等理由来辩护 美国的法律中还有另一个误区 群殴案件中只有一人使用武器 但是所有人都会被起诉 用致命武器攻击罪或谋杀未遂罪 也就是说一伙人一起犯罪 一个人犯了谋杀罪 其他人也要承担责任的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这类案子中 往往双方都在气头上 容易做出愚蠢的事情 以致常常会发生悲剧 其实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这里特别提醒 经营餐馆的老板 要买好足够的保险 如果是员工由于互相殴打而受伤 这种事故就属于劳工赔偿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劳工保险的话 餐馆的老板就要承担相关的刑事 和民事的所有赔偿责任 因此购买足够的保险非常重要 另外如果自己的小孩子未满18岁 在外面用致命武器伤了人 父母也要以疏忽管教 而承担民事的责任 如果小孩子不听话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父母应该在自己的房屋保险中 加一个雨伞保险 来保护小孩子闯祸而引发的民事赔偿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